你瞧瞧你妈哟 你妈我这真生好 抢我了一辈子 我怎么就贪伤你 怎么不给你的儿子呢 你说我呀 辛辛苦苦地把你拉扯大 供你上大校 我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我图圣吗呀 我还不就是为了你 能给草的 光耸药祖 传宠接代呀 你说说你呀 到现在 你连个孩子都弄不出来呀你 你让我再亲亲朋友跟起来 我说啥呀我呀 你是让人家 要把你妈的纪念骨戳穿呢 妈 妈 妈 您冲里点苦啊 我这都记着呢 记着 记着你就赶紧让我保送她 也算是对得起我了 行 行 行 早 妈 您哭了 没事 没什么 你赶紧吃饭吧 我不吃了 我先走了 行 你先上班去吧 再见 走吧 妈 你干嘛去 别玩去 您那饭还没吃呢 您有什么班啊 喂 医院给我打电话 张晏芳的妈妈出事了 你在哪呢 赶紧的 怎么会打给你呢 当时登记留的我 我的手机啊 我现在刚离开家准备出去 行 我就在你家附近 你快出来吧 我来接你 依儿啊 你糊涂 你不应该啊 你年纪轻轻 怎么就相不明白 相不明白呢 小心啊 依儿啊 你让妈妈怎么办呢 依儿 你是来看我怎么去死的吗 你女儿的死 我真的很抱歉 抱歉 一条命啊 你就这么清妙妙的一句抱歉 阿姨 认死不能胡说 我真的很抱歉 你说什么 我依儿都活不过来了 她死得有多惨 你知道吗 阿姨 我求求你 你先过来 先过来 就这么一个盒子 她最好就撞在这么个盒子里了 你过来 我有一句话 是想跟您说 别过去 你先往前一步 我就白白一句跳下去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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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我会怕吗 你当然不怕 你手上的伤疤告诉我 你至少死过一次 所以你不会害怕 我说的这些话 是说给赵律师听门的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不想让她死得这么轻松吗 你女儿死之前有半年 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你就让她这么死了 你会太不公平了吧 把死一块死都不怕了 没错 所以你不能这么让她跳下去 就这么区区几秒 你知道什么叫一两百两吗 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 我才是 我才是生不如死 你觉得生不如死 是因为你女儿自杀 法律上来说 他们所有人不应该为你死做得慌 可是你觉得 他们应该为你女儿的死做得慌 你要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他们 别说了 十二啊 怎么回事啊 阿姨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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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我没事 没事 我没事 没事 我老阿姨 没事 我老阿姨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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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阿姨 我老阿姨 你过去了 没事了 别哭了 哎呀 这么高 我这会儿看着都头晕 我说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说上去就上去了 我去想想都好怕 谢谢你刚刚救了我 不过说真的 你不觉得你说的那些话 有些残忍吗 是 可我那是在帮他呀 你那是在刺伤他 怎么了 没事吧 还没事 刚刚在上面吓得 到现在腿还有点软 看你刚才挺勇敢 坐会儿 我告诉你啊 心理学上有一种疗法叫直面 你只有帮助病人直面自己的过度 才能够帮他走出偏准 对了 你怎么知道那双棉鞋 是张燕芳买给他的 现在根本就不是穿棉鞋的季节嘛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也只是狭猜碎碰运气而已 观察能力还挺强的 这个你可真别说 我以前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唯有两门窍客也可以拿高分的 一个是逻辑推理 另外一个就是临床心理 那恭喜你啊 现在学以致用 我先走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要去找王强吗 张燕芳的命他赔不了 但是他必须知道 是他的自私害死人的 他现在呢必须直面 他曾经那么无情地抛弃了张燕芳 你觉得他现在会为他的死感到愧疚吗 人做错事就要道歉 不管他愧不愧疚 不管对方听不听得见 好 那我跟你启曲 为什么 我刚才在楼上的时候答应过老太太 我要帮她 男人说过的话 要算数